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必取鴨子 今天又要來繼續魔物獵人鬧 今天來提醒一下大家 明天10月28號的早上9點呢 會有第二波的萬聖節活動登場 那到時候會有一個萬聖節勳章的任務可以解 請大家別忘記了 另外還會有帶著南瓜石的騷鳥出現 陪我們度過一個熱血的週末 順利的將他擊敗 有機會可以獲得南瓜券 有空的玩家要記得參加 那鴨子這幾天呢 也有跟宗翰 夢榮 還有小剛呢 保持外出來去徵討魔物 全員是帶上了南瓜頭 傷害加了20% 對戰相當的流暢 甚至可以挑戰平時不敢碰的九星魔物 感覺都會變得好像有機會挑戰成功 即便由於組隊戰鬥的時候 魔物變得比較坦 南瓜帽的團結力帶來的組隊效果 還是不容小覷 鴨子異形人在對戰三星魔物 可以說是更加游刃有餘 而且感覺三人為一個團隊的時候更好 畫面上呢 就是鴨子宗和夢榮 三人挑戰九星的泥魚龍影片 最後呢 雖然是失敗了 不過在戴著南瓜帽的時候 是可以壓秒差一點點過關 但是換回了原本的裝備 卻是很艱難的 才打了一半以上 可見傷害有感差別 給一般的玩家做參考 然後也來推薦大家 如果有興趣 想要搭配這個南瓜頭的 迅疾煉弩玩家 重點就是迅疾煉弩的玩家 可以做這個調整 就是將土砂龍的腿 換成蜂飄龍的腿 雖然說後座力減輕降了一階 不過裝填速度呢 卻是拉回了三等 要著使用起來 手感感覺不會落差太大 搭配上南瓜頭 操作起來沒那麼糟 而在使用迅疾煉弩的玩家 可以試試看這個調整 起碼 鴨子呢 會在活動結束之前 應該都還會在帶著他 畢竟大部分的時間 都跟團隊一起出征 如果你是獨行俠 孤勇者的話 那就不那麼推薦啦 那也因為這個南瓜頭 讓鴨子意外地 發現了迅疾煉弩的 另一個春天 二等的後座力減輕 似乎還能接受 或許之後 如果有推出 更適合輕弩的 頭部或腿部 迅疾煉弩的玩家 也可以從這兩個地方 下去做調整 畫面上就是裝填三 後座力二的兩種組合 第一種就是戴上飛雷頭 那腳部的話就輕出來 而第二種的話就是 換上風飄腳 那頭部的部分 就可以輕出來 就分享給大家 然後呢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自從南瓜活動開跑之後 八星以上的魔物 龍域的掉落率 是真的有感變低 鴨子一行人已經連續打了兩天 由於南瓜帽的加成呢 在挑戰上可以說是如魚得水 傷害提升 戰鬥上是更加的快速 所以挑戰八星魔物打的又更多了 鴨子一行人 起碼挑戰累積破百隻以上的八星魔物 全隊呢 到目前只有打了一顆 因為太稀有了 還特地拍照 以往的狀況不至於到這麼小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這個感覺 怪怪的 最後呢 鴨子想說的就是 實在是想不透這個南瓜圈的用意在哪裡 因為這頂南瓜頭 基本上只要做出來 應該就算是結束了 很少人會想要投資再灌上去的 所以收集這個南瓜圈的用意 鴨子實在想不到 那如果有什麼是 鴨子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也歡迎獵人們來討論分享 OK 那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那邊結束 祝福大家萬聖節愉快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次的影片再見了各位 掰掰